关于城市养风呢 朋友常常会问我很多的问题 从开始的一箱养风养到六箱 到现在的七箱野风 有些城市养风的经验 或许可以和大家分享交流交流 城市适合养风吗 看了这么多的影片 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呢 蜜蜂会不会叮人 这一定会的 天气不好压到或者是惊扰到蜜蜂 都会叮人的 被叮了怎么办 十针以上赶快送医院 一两针过七天就好了 采得到蜂蜜吗 你家周边20平方公里 都是蜜蜂的采集场 邻居会不会抗议呢 当然会啊 采下来的蜂蜜就要拿去做公关啊 顺便呢 帮社区邻居上个生态课程 办个品蜜餐会 蜜蜂飞得上高楼吗 三十层高楼都没问题 记录是七层层楼耶 高楼风这么大可以吗 基本上轻度台风一样会回来的 都市里蜜蜂有什么天敌呢 壁虎蜘蛛蚂蚁和人类都是 都市很少有虎头蜂 都市的蜜蜜多吗 都市景观绿化四季变化多 蜜蜜非常稳定哦 我要如何开始养蜜蜂呢 建议找附近的蜂蜂 买一箱的蜜蜂就可以开始了 费用大概多少呢 洋蜂连箱子大概五千 中蜂呢八千搞定 如果连防护设备呢 和周边陆陆续续买下来 大概一万块也搞定 蜂蜜的产量如何 一箱通常正常呢 一年食品没问题 吃不完还可以送人哦 城市蜂蜜的滋味如何 当然是自己的百花唇蜂蜜最棒啦 除了蜂蜜之外还有什么产品 可以收一点花粉 蜂蜡或者做点蜂胶 谁可以教我养蜜蜂 通常透过上网加入蜂社团 或去社区大学上课 蜂箱怎么摆放呢 阴凉半日照 面向开阔处就跟人类风水学一样了 平常需要喂食吗 度下或跃动的时候当然要喂哦 蜜蜂会中毒死亡吗 都市其实很少喷农药 相对安全啦 晚上如何做防护呢 蜜蜂其实会取光 最好装上窗帘呢 避免灯光执照 邻居如果没有装窗帘怎么办呢 隔天早上起来 他的阳台就会有一堆死蜜蜂 如果邻居会抱怨的话 那赶快拿蜂蜜去安慰他吧 需要天天照顾吗 通常十天半个月不理他都没问题 放心的出国旅游吧 蜜蜂会不会生病呢 中蜂有中南欧右和烂紫 羊蜂会长丰满 就像养猫养狗一样 都需要学习如何去克服的啦 养蜜蜂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我们可以吃到纯蜂蜜 打发无聊的时间 解交好朋友 了解植物 也关心周遭的环境变化 好处说不完的 需要担心什么呢 通常城市养蜂最怕邻居来抗议了 如果被蜜蜂叮咬有过敏的体质的话 要格外谨慎评估自己是不是 不适合养蜜蜂 以上就是心得 让您参考参考